Ghk Glock 17 上面 如果你曾經有思考過 你的手箱上面到底要裝Ironside 還是光學瞄具 在下巴留言告訴我 你有沒有想過類似這樣的問題 就我自己呢 我在最初的時候其實也都是裝配Ironside 那你可以看到我之前的GHK Glock 17 上面 也是裝了Ghost Ring 它也是屬於Ironside的一種 那現在因為光學瞄具是一個趨勢 但我相信很多的觀眾以及玩家 都有在思考過說 到底哪一種瞄具比較適合自己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 我們就要來告訴大家 剛好我也收到了Victor Optic 他們寄給我的一個RMR 也就是他們的Frenzy系列 那這一組RMR我一樣會裝在我的手牆上面 來告訴大家說 使用Ironside以及使用RMR 在設計時候究竟會不會影響我們的設計知識 在這集影片裡面 我們都會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開箱一下Victor Optic 他們寄給我這一組Frenzy吧 OK 那即上次我們已經開箱介紹過 Victor Optic 它的S6 LPVO以後 然後他們這次有寄了一組新的Optic給我 然後讓我來開箱給各位看 那這次它寄來是什麼呢 我們就先來把這個包口打開 讓大家看一下吧 好那印入眼簾呢 除了這次還有給一個他們主品牌 Victor Optic的斷態之外 還有就是這一組 他們的手槍內紅點 這一組的型號是Frenzy 那其實這一款Frenzy 在Victor Optic這個品牌裡面 算是比較高階的手槍內紅點了 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茶室簿 說明書 以及一張 VIP卡 那跟上次一樣 剛才是有給一個這個 很像Casino的籌碼 其實這個籌碼的手感老實講還蠻好 我自己蠻喜歡的 然後跟一個 Victor Optic的 Patch 這個就是 Red Dot本體 旁邊這個應該就是它的調整工具組 這邊它 這是它附贈的螺絲 那盒子裡面的內容物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在我們開始看Red Dot本體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附贈給我這一組 那它這一個45度的靜坐 應該就是給它這一個孔位專用的 剛好我AAP-01上面 可以S6 再搭配他們這個Frenzy的Red Dot 湊成一組 都是他們家品牌的Optic 這個就是它的Red Dot 上面還有附一個保護蓋 看起來還不錯 我一直都覺得Victor Optic它這個牌子呢 與其你真的去買一個復刻的產品 其實你再多貼一點點錢 你已經可以買到給真槍使用的描具了 那我為什麼不貼一點買 抗爭系數可以對抗這樣真品的描具呢 大致上這個就是它這一組鏡的外觀跟樣子 那我等一下就會直接先安裝到手槍上面 那我們就到靶場的時候 再來詳細的跟大家介紹這一組Frenzy 好 那我們現在到靶場來 在靶場其實有實際的操作會比較好 跟大家講說 紅點描具跟Ironside 這兩個描點比起來 到底哪一種描具會比較好用 那同時我們今天也會比較兩樣東西 一個是真品的Irma紅點 以及復刻的Irma紅點 這兩個使用比較起來 究竟會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那我們就帶了這兩把 一把是 是6Hour的P320 另外一個是我們自己改的AAP01 那這兩個我分別是在AAP01上面 裝了Victor Optic的這個Red Dot 那在P320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我是有改這個Irma的做 那我這個就是裝漢武的復刻Irma 我們等一下就會用這兩款的描具 來給你們做一個比較 那我們就趕快的先來開始吧 好那在開始射擊之前 我們先跟大家稍微的講一下 我們用一般的鐵描跟用紅點描具 使用上的一個差別 那我是就我自己使用上的經驗 以及我詢問過一些專業證 在國外有射擊技巧的人 然後他們給我的一些反饋 那包含綜合我自己在玩具箱上面的體驗 我整理了一些些的比較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先講到 如果今天你是使用Irnsight的話 也就是我們前面的這個鐵描 那這基本上手槍都會有的標配 那Irma就是我們後來再加裝的 那也會有觀眾問我說 當你裝上了紅點描具 像比如說之前我拍BCM MCMR那把的時候 我前面是有放一個Vortex的UH1 Gen2 但我前後都還是有放Irnsight 那就有觀眾在底下留言問我說 你放了那個Irnsight 不會擋到你的紅點描具嗎 今天紅點描具 雖然說它在瞄準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比較快的瞄準目標 但是它的可靠性 絕對沒有Irnsight來得高 怎麼講 今天所謂光學或者是要吃電的東西 它一定都會有壞掉的風險 那如果你今天槍上 它是沒有任何的Irnsight的話 那今天你這把槍 是不是紅點沒有功能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射擊跟瞄準了 所以幾乎我的每一把槍上面 只要如果我有裝配紅點描具 我的Irnsight一定都會保留 所以我不會因為裝了紅點以後 我摒棄掉了鐵描 所以這個東西是還蠻重要的 但我們沒有說今天一定要使用光學描具 或者是使用Irnsight 這個沒有絕對 但還是看自己射手本身的習慣 那使用這些光學描具是一個趨勢 漸漸你就會發現 越來越多人其實都會裝配這種光學描具 在這上面 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先從用Irnsight 瞄準然後來打一次給你們看 Irnsight在前面 我一樣都有保佑 我先用Irnsight瞄準 然後來打給你們看 我們再用紅點 那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下射擊上面的一些些差別 那 Irnsight瞄準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很直觀 今天槍都握好以後 我們就是推出去 瞄準 Irnsight在射擊的時候其實就是很簡單 我們今天 預備好了以後 槍推出去 對到目標以後 照門跟目標還有你的眼睛成一直線 開槍 就OK了 這是Irnsight在射擊瞄準時候的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用這個紅點來瞄準 在前期的時候會有一點點差別 我們通常在用紅點瞄具瞄準的時候 不會像 用Irnsight一樣 就是單純把手槍推出去 我們今天在瞄準的時候 我會稍微的有一點 這樣子 我會槍口稍微的有點這樣 然後來對準我的目標 因為第一次使用紅點的人 你可能會對紅點瞄具 在瞄準目標的時候 其實不太習慣 我們變成說我們眼睛這樣對出去的時候 你要去找到那個紅點 那這個其實要透過大量的練習 那剛開始的話 很多射手會不習慣 那沒關係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透過訓練 然後來加快你今天用紅點瞄準目標的速度 然後我的手也不會像使用Irnsight一樣 完完全全打折 因為我會讓我的紅點離我的眼睛近一點 來增加我們今天看出去的這個視野 所以這一點的話 是以上我在涉及紅點瞄具時候的一些小技巧 那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當然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是我有講不對的地方 也歡迎觀眾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現在就用紅點瞄具來打一次給大家看 那這個就是我在用紅點射擊時候的狀況 那復刻的瞄具究竟跟真品的瞄具又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我們現在就會換Victor Optic的Frenzy 然後來讓你們看一下差別究竟在哪邊 好 那我們現在換了這個就是Victor Optic的Frenzy 那這個也是他們算比較高規格的一個手槍阿爾瑪瞄具了 那當然你要把它裝在步槍上面也是可以 只是我們今天是用手槍來演示給大家看 那這個瞄具究竟跟復刻的阿爾瑪瞄具會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跟我們之前在介紹F6的時候是一樣的 真品瞄具 它今天可以裝在真的手槍上面打 它的Recoil都會比玩具槍還要來的大上許多 我們今天玩具在射擊的時候其實它不會有要求到那麼高的抗震係數 我相信很多人在使用復刻的瞄具 你們一定都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今天在射擊的時候 它可能會隨著你長時間的使用 然後它的瞄準機線會有所偏移 或者你可能開幾槍以後 它的紅點光點就消失了 這幾個是會比較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今天這個瞄具它既然有辦法裝在真鐵上面使用 那相信它的抗震係數絕對會是 以BBTown來講絕對是夠用的 那除此之外 射擊的感覺我們先打過以後 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的話我覺得跟我目前手上漢武的比起來 我們在射擊的時候其實它的紅點 我覺得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偏移 然後再加上我可以很確保我今天在使用它的時候 我不會發生突然我看不到紅點的這個狀況 漢武復刻的這一組瞄具 我在打的時候它其實就有發生紅點灌激的狀況 它就是被震一震震一震的時候 它自己紅點就消失了 這個是我覺得蠻可惜的一個地方 因為漢武的這一組瞄具其實老實講 它的價格是沒有很高沒錯 但與其這樣子我真的會比較傾向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預算 真的是可以去買Victor Optics他們自己本身的一些產品 他們的價格老實講在真品裡面算是比較親民的 至少你可以很確定說這個瞄具 它是可以裝在真鐵上面使用 那大致上這個就是我覺得在光學瞄具 以及Irnsight還有複刻跟真品上面的一些使用上的區別 那接著我們再回槍櫃那邊 我們再來跟大家聊一下這一款Victor Optics的Frenzy吧 好那我們從靶場回來以後 我們再稍微的跟大家總結歸納一下 究竟使用Irnsight跟紅點瞄具 在射擊上面對我們的射擊會不會有所提升 那我們先講講所謂的Irnsight 它有哪些優點以及缺點 我們在槍櫃這邊再稍微幫大家簡單的歸納一下 那Irnsight有哪些優點呢 它的瞄準結構以及原理非常非常簡單 然後學習上面會相對來說比較容易 它的生產成本也低 然後作戰的可靠性非常非常的高 怎麼說它的可靠性高呢 因為它今天不需要吃電池 只要你今天沒有撞斷 或者是你的Irnsight掉下來的情況下 那這基本上它可以因應任何的環境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機械工具而已 那缺點呢就是我們瞄準的時候 我們必須遮擋我們的目標來瞄準 所以我們在瞄準的過程中 我們同時需要人眼跟罩門還有準心還有目標 這幾個不斷的在對焦 那這個過程中其實需要花大量的練習 來提高我們射擊的速度 然後在夜間射擊的時候 也比較難準確的瞄準目標 我們必須增加夜光輔助以後 才能改善這個情況 那這個是機械瞄具的優缺點 那接著我們再來講講光學瞄具 有哪一些優點及缺點 以及它的工作原理 那光學瞄具呢 就會遇到上述的問題 它可能會有損壞 或者是你電池沒有電的情況 但光學瞄具 它也有比Irnsight還要好使用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的槍是調準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再調整瞄具 那瞄具的紅點其實就是直接對著目標 所以我們在射擊目標的時候 其實是蠻直覺的 然後紅點瞄具 它也有更突出的一個優點是 我們剛剛有講到 Irnsight在夜間射擊的時候 它都會影響射手在對準目標時的精準度 那我們今天如果有紅點瞄具 它裡面的紅點是可以調整亮光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低光源的環境下 跟高光源的環境下 我們可以透過調整紅點的亮度 來讓我們更看清楚今天這個的瞄準機械 這一點是我覺得Irnsight做不到的地方 因為Irnsight它真的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機械工具 它沒有辦法像光學瞄具一樣 因應各個環境下去做調整 這個是我覺得它比較突出的一個優點 那紅點瞄具的缺點呢 剛剛也有提到 你要考慮到電源的問題 當你的電池一旦沒電以後 你等於這個瞄具就是完全失效的狀況 那這個是紅點非常非常致命的一個缺點 所以綜合這以上幾點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參考說 今天我在射擊時候 我到底是應該裝配Irnsight還是使用紅點瞄具 這個大家就可以因應自己的射擊習慣來做調整 但我覺得光學瞄具它是一個趨勢 你可以發現其實很多國家他們的軍隊都已經開始在裝備光學瞄具 鐵瞄是比較我們不能說它是落後 因為它還是最可靠的瞄準工具 但光學瞄具它真的可以幫助射手在射擊上有很大的一個提升 那回過頭來我們講到光學瞄具的部分 市面上其實以玩具器槍來講 它有很多種的品牌跟形式 那Victor Optic這個牌子它其實是以真品來講 我覺得價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親民 你不需要花太多錢 你就可以買到可以裝在真田使用的瞄具 與其如果你花一點點錢去買復刻的 你可能就會遇到我剛剛在靶場上講的情況 它可能會有抗爭不好的問題 可能會很常打一打失效 或者是它的透鏡度膜不好 你今天可能在外面使用的時候 它會有過暗的情況 或者是你甚至看不到紅點 今天復刻的東西它賣那個價錢 畢竟跟真品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差距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今天都要買一個 有利於你下場在射擊時瞄準目標的工具 在沒有太多預算情況下 Victor Optic真的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不然如果你去買一個Trugecon的RMR 可能一個要兩萬八甚至三萬塊 這真的不是一個小數字 可是Victor Optic的這一組Frenzy 它其實幾千塊內就可以解決 同時你也可以得到一個還不錯的射擊體驗 這一點是我覺得還蠻棒的 那以上這些就是供大家參考 希望今天看完這部影片的時候 觀眾可以了解到說 今天我的手將到底是應該要用R-Sight 還是裝備RMR 這樣這部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們 那如果我講不對的地方 也歡迎觀眾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集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現在在廣告上 看到影片囉 我們來 prevalence 我們在廣告的開關 我們下次 sensitivity false的影片 我們坐在這部影片 就會看一下 我們來illa補 resiliency 字幕掃揚 我們在瞬間 我們在這部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